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再来看的东西就是说 那如果说一旦在哪呢 在我的配置文件当中 添加了一些参数 添加了一个什么样的参数呢 你比如说我给你回过来 选哪种方式呢 比如说我把这个东西给你出示掉 然后呢回过来 比如说选择这种方式 从这个从对象当中 然后呢去进行配置 配置完成之后的话 把这个配置的参数呢 就已经放到对象里面 然后呢放到这之后的话 假如说有一些配置参数 并不是flask去识别的 而是说我们自己为了往后应用 我们很可能自己也会往这里面 去添加一些配置参数 如果在这里面添加数据参数的话 比如说叫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我把它叫做itcast 然后呢值叫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我把它叫做python 我给你添加这样的配置参数 这个配置参数呢 不是给flask用的 而是我去用的 但是为了统一管理 我们把这样的参数 给你放到配置文件 放到配置对象当中 那你说了回过出来 那我如果在我的试图函数当中 要想进行使用呢 在我的试图函数当中 如果想要去读取这个配置文件 然后把相用的值拿过来 那我这时候怎么去拿呢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时候拿的话 就有两种方式了 第一种方式 如果当前的 你的这个试图函数呢 正好跟app对象 是在同一个命名分件 我就说你当前的试图函数呢 能够操纵到全局对象 app的话 那你在这时候拿的话 怎么去拿呢 可以直接通过app里面的config 刚才我们是不是在讲 这个配置的时候的 第三个参数的时候 跟大家去说过了 app的config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字典吧 所以既然你可以 把它当作一个字典 我前面能存值 后面我是不会可以取值啊 对吧 那取值的时候的话 是不是就有两种方式了 你在这里面放过号也可以 然后呢 你是通过get是不是也可以啊 对吧 对于一个字典里面 是不是取值的时候 是有get的方法啊 这个没有印象了吗 应该讲过吧 在字典里面的话 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get的方法 往外去取值啊 这是关于这样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从字典当中往外取值 比如说我把它叫做 itcast拿过来 那我在这里面 为了大家看的话 比如说我打印一下 把这个值给你打印出来 看一下 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值 给你拿过来了 然后呢 我让程序呢 还是重新的在这里面 去运行一下 然后呢 回过出来 我再来去访问一下这个最近的主路径 访问到主路径之后呢 你看一下 这个python是否被我拿出来了 itcast所存放的 所以这是关于 你在配置当中 传了一个参数之后 如果想在试图环数当中 去利用那个参数的时候 怎么去利用 通过app.conf的方式呢 它就是一个字典 从字典里面往外拿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这是读取配置参数 第一种方式 直接 从app 从全局对象 app的convague 自典中 取值 然后除了这样的方式之外的话 我们再来去说 那还有那种方式呢 假如说我们在后面会去讲这样的一个蓝图 或者是讲其他的一个模块的概念 如果在其他的文件的话 很有可能你所定义的这个视图呢 并不能够直接构造这个app对象 如果你直接构不到这个app对象的话 那你那时候如果还想要去读取值的时候呢 怎么去读取值呢 它在flux当中还有一个app对象的一个全局代理人 是谁呢 我们从上面去引入 从flux当中的话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current app 我们后面会去说 会去讲这current app 当前呢 就要知道这个current app呢 实际上就是对应于谁呢 就是对应于你全局所创建出来的 这个app对象的一个代理人了 最相当于是他的同名词了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就相当于我在操认current app的时候 我怎么操作 就跟直接操纵的app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现在再来看一下 假如说你的视图怀数当中 如果直接构不到app的话 没有关系 你从上面直接去导 导入current app 导入current app之后呢 可以直接操作current app里面的config 就是你原本对应app怎么去使用 你对current app怎么使用 都是相同的道理 都是可以的 这第二种方式 通过current app app 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也是相同的道理 那比如说我们让程序 咱们再来重新的启动一下 然后呢我回回来 再来去刷新一下 看一下我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没有打印 然后呢我让它重新启动一下 然后呢回过头来 我去刷新一下 来看一眼 在这里面是不是也能够拿到这 所以要知道 除了我能够操作app之外 我也可以操作current app 它是跟这个app 你就可以理解为是它的同名词一样 我操作current b就相当于操作current b 是一个道理 所以这有这样的两种方法 哪种方法也都是可以的 好 酒 understood 是 我就二知道 好了 OK 我肯定的 是 我肯定的 咱 感谢观看